我的家庭亲人的称呼 每个族群有自己称呼亲人的方式正确称呼亲人 表达尊重与礼貌让彼此相处更融洽 爸爸的亲人 爸爸的父母 祖父或爷爷 祖母或奶奶 爸爸的哥哥 伯伯 爸爸的哥哥的太太 伯母 爸爸的弟弟 叔叔 爸爸的弟弟的太太 婶婶 爸爸的姐妹 姑姑 爸爸的姐妹的先生 姑丈 妈妈的亲人 妈妈的父母 祖父或外公 祖母或外婆 妈妈的兄弟 舅舅 妈妈的兄弟的太太 舅妈 妈妈的姐妹 阿姨 妈妈的姐妹的先生 姨丈 堂 兄弟姐妹 伯伯叔叔的小孩 表 兄弟姐妹 舅舅 阿姨 姑姑的小孩 亲人间的相处 亲人往来 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活动 遇到喜事 可以彼此 祝福 遇到问题 可以互相帮忙 保持联络 结伴出游 让感情更亲密 适当的称呼 平时对邻居 或其他人会借用 对亲人的称呼 来称呼他们 目的 拉近彼此的 关系 让对方感受到 我们对他的 尊重 对方感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